李文生前的一则录音突然在网上曝光,把中国好声音节目组再次推上了舆论中心。 李文这则长达九分钟的录音中,让很多网友怜惜和心痛,除此之外,还有对好声音节目组的愤怒。 录音中,李文讲述了自己参加好声音的经历。 当时他被邀请参加节目的时候,其实已经身患乳腺癌,医生建议他为了身体着想,不要参加。 但李文为了能在好声音说明更多爱好音乐的年轻人,他还是坚持参加了。 整个节目过程中,他说自己花了很多心思,按他自己的话说就是,他为了这帮年轻人豁出去了,他死也要死在舞台上。 但是,他很快发现了好声音这个节目丑陋的内幕,那就是不公平的赛制。 李文的小组只有两位学员,但节目组却告诉他一定要淘汰一个,而不是按照学员得到的分数进行末位原淘汰。 李文为了学员据理力争,但节目组并没有给这位天后一点面子。 李文在台上试图和节目组讲道理的时候,节目组的工作人员直接让他离开,并且说不离开就叫保安,而且还动手去拉扯李文的衣服。 之后李文在台上和节目组闹掰的视频流出,引发了外界对好声音不友好的舆论。 节目组再次找到李文,要求李文发一篇和节目组和解的微博,以此来解除节目组的危机。 节目组跟李文说,如果李文不主动和解,那他的学员就无法再上舞台,反之他的学员就能再得到一个表演的机会。 李文为了学员着想,选择了迎刃,但节目组对李文做了更加残忍的事情。 在后来一次上台表演中,李文因为腿疾严重,无法独自站在台上太久,但他不想主拐杖和坐轮椅,所以跟节目组事先说好,让搭档在那一天要一直站在他的身边。 但莫想到,节目组在表演中途把搭档叫走了,让李文不但强忍疼痛表演完,而且还在台上摔倒了。 并且最后,节目组把有关李文录制的部分几乎都删除了,抹杀了他所有的付出。 李文说到最后几乎是气不成声的程度,他形容自己被侮辱。 作为一位天后级歌手,他说自己28年来从来没有受到这样的侮辱,本应该得到尊重的他,一心想助为爱好音乐的年轻人争取利益,却让他自己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。 李文生前曾经分享过自己去年腿部受伤的经历,刚好就是录制好声音的时间先后。 李文的这则录音引起了很多网友对好声音以及蓝台的口诛笔伐,把蓝台称为杀人台的网友越来越多,抵制的声音也越来越大。 其实在李文的录音曝光之前,好声音的风评已经烂了。 中国好声音从第一季的7.9分一路走低,只剩下4分,已经说明了这个节目地品质在下降。 更致命的是,这个节目地丑陋内幕一直莫停。 陈佩思曾经被问看不看中国好声音,陈佩思大赞节目组请的导师请得很好。 画风一转,说导师们演得很好,在台上的默契非常好。 陈佩思的一番话,不难理解就是在暗讽好声音节目有剧本。 再来看看导师们的看法。 除了李文的惨痛经历,第一季的导师刘欢在参加完第一季就退出了, 并且爆料好声音每天要录制十几个小时,但最后播出来只有几十分钟。 很多人根本没有露脸的机会,这个节目地水太深了。 而且他希望节目组可以多放一些几位导师的专业点评和学员的表演, 而不是剪辑一些容易引起舆论的话题。 陈一炫也是参加完一季就跑了, 他直接曝光导演通过他耳边的麦强行要求他拍下他不想要的学员, 为了能和那英有一个抢学员的过程。 而在李文之前的导师廖昌勇更是中途退出, 他给出的理由是想专注教学,不想参加商业活动, 但有人发现他退出好声音之后在外面还继续参加商业活动, 猜测他是受不了节目组。 之前已经有爆料说,好声音导师的转椅, 转一次50万,内涵不公平赛制。 近日新一季好声音开播后, 网上还传出了一张24强学员的名单。 节目才刚刚播出,24强的名单就被爆出来, 再次让好声音陷入了有黑幕的争议。 不可否认, 中国好声音曾是一代观众的记忆, 也曾是一个好节目, 但如今的好声音早已经开始烂了。 这次李文的录音, 也只是让更多人知道了这个节目组的真面目而已。 录音是李文的粉丝发出的, 李文透露自己在好声音荡倒失时, 受到了很多委屈和侮辱, 起先参加好声音时, 是他自己想要去的, 只是为了喜欢, 还没有谈过报酬的问题。 在参加好声音时, 他就和导演组说了自己患乳腺癌的事情, 并跟导演说他不在乎钱, 只是爱这个节目。 医生求他不要去, 说这就是个定时炸弹, 但他觉得自己死都要站在舞台上。 李文是个很爱面子的人, 很爱美, 也很正直, 但这反而却害了他。 在发现好声音的赛制有问题后, 李文说出真相, 觉得赛制必须要改, 为食膜获得高分受支持更多的人, 反而要被淘汰, 这并不公平。 结果, 就在李文因为正义, 为了学员的公平, 和导演组起了争执, 女导演甚至动手抓扯他的衣服, 还威胁他再不走就要叫保安过来, 让李文离开舞台。 李文为了学员距离力争, 本身就是赛制出了错, 没有给出充足的时间, 说明明确的赛制规则。 赛制都是导演自己制定的, 李文给出解决措施, 可以做一个淘汰的投票制度, 谁获得的淘汰票数最多, 谁就被淘汰掉。 但导演却说办了11年, 都没有这么改过。 直到在网络消息发酵后, 导演才改了规则, 威胁李文称, 想要飞鸽可以, 要争取这五个位置, 要他再回来这个舞台上唱歌才行, 还要他写一篇文章澄清, 不然飞鸽就没机会。 李文开始不肯, 觉得他们的错, 为什么要自己去补救? 我们是有理智的, 全国人民都在说着不公平, 但在粉丝的劝告下, 李文才吞下了这个委屈, 所以飞鸽才有机会站在舞台上, 让大家看到他有多厉害。 谁知这件事情并没有结束, 导演组还是让李文付出了代价, 在明知他有乳腺癌在身的情况下, 知道李文不想要拐杖, 不愿意坐在轮椅上的前提下, 一边答应李文说没有问题, 一边偷偷把李文提前安排好, 要搀扶自己的学员李泽鹏叫走了, 不让他站在李文旁边。 后来的视频, 相信大家也看过, 李文摔倒在了舞台上, 被搀扶住出来。 李文称, 泽鹏不在他旁边, 他没有办法撑穿住七寸高的鞋子, 为了漂亮自己花钱买衣服, 他站不住, 他真的不行, 做歌手二十八年, 他第一次受到这样的侮辱。 即便是天后李文, 自废去了好声音, 也要被扒一层皮, 李文觉得导演组是在故意整他, 就是因为他说了实话, 他维护了公平。 不知道是动了谁的蛋糕, 李文笨住好好培养学员, 去了好声音, 满怀著激情走到了舞台上, 最终反而落得一身灰, 看见了一片坏人。 他可是, 就连去世都要满堂鲜花的天后, 为时抹好声的导演, 会让他摔倒呢? 好声音的创始人导演, 是奈英姐姐娜欣, 而二十二年的好声音女导演, 则是柳梨。 我们应该保护老弱病残, 而不是放任他们, 在舞台上摔倒, 却剪辑掉视频, 希望能给出一个回应, 给李文一声道歉。 更让大家愤恨的是, 李文并不是第一个, 在浙江卫视付出惨痛代价的艺人, 高以翔牺牲了自己的生命, 都莫能让蓝台得到教训。 19年11月27日, 演员高以翔, 在参加浙江卫视综艺节目, 《追我爸》录制过程中晕倒, 随后送到医院抢救无效死亡。 经过医院确认, 高以翔死于心缘性猝死。 据悉, 在这档节目中, 嘉宾需要完成各种挑战任务, 其中包括高空跳伞, 极限运动等。 高以翔在节目过程中, 累到倒在花坛边, 事后各路消息所拼凑出的事实真相, 更是令人难以置信。 高以翔并没有在黄金时间得到救助, 他死前呼救, 被节目组当作节目效果忽视, 被送到医院的时候, 瞳孔已经扩散到边缘, 节目组所谓的抢救中, 甚至没有使用DED这种基本仪器。 高以翔的去世, 也揭露了节目组的安全性病, 没有能做到位。 节目组为了效果设置高难度项目, 为了利益最大化, 无尽压榨一人。 高以翔连续录制了17个小时, 最后在凌晨猝死。 好友蓝军天还透露, 和高以翔见面时, 就发现他似乎是感冒了。